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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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利益众生 他就把剩下的最后这一身粮食 就布施给这个年老的婆罗门 那那个年老的婆罗门 他得到了这一身粮食之后 他就假装很好奇的问范玉王 说戴王那你现在把你谨慎的粮食全给我了 你做了这种舍己为他奋不顾身的伟大善行 您到底希望您这个善业回向到哪里呢 您是不是希望回向成为转轮圣王 或者是第四天王或者是范天王呢 然后范玉王就说没有 我做这样子的善业 我一心一意只想回向树及成佛 能够更快速的消除一切有情的痛苦 好而且他是非常强猛的发誓 发誓的时候又是大地六种震动 这个时候那个老婆罗门 他就恢复他原来第四天王的身形 然后向范玉王礼敬 然后跟范玉王讲说戴王 你可以下令叫你的百姓臣民耕田 播种准备好七天之后 我会让天上降下大雨 那这时候你们播下去的种子 就得到丰沛的雨水 就可以很快的收成 好那范玉王听到的非常高兴 因为是第四天王亲自跟他讲的嘛 好就叫全国老百姓准备耕田 把种子播下去这样 然后呢七天之后果然就出现了大雨 好然后农作物就很快的 慢慢都收成的很好好 然后人民又恢复了安乐 然后佛东说那个时候那个范玉王呢 就是我 我因为无量节都是这样的经历 经历这种舍自为他的布施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布施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 我会常常非常赞叹布施的功德 那圣诞法师听到了 也非常的欢喜 依教奉行这样 那不过我们仔细思考这个故事的内涵 你也可以知道说 那一定是当时的众生的贡业还有善业 才能赶得第四天王下雨 如果众生那个时候贡业太差 如果众生那时候贡业太差的话 那其实第四天王也不见得会下雨 但是其实关键都在这里 就是原来有那个贡业也不见得会下雨 如果不是范玉王射寿了他们 如果不是范玉王圆着他们造了那么伟大的善业 也不会感得第四天王出现 所以以前师父常常讲 佛布萨加持就是这个特征 就是你已经有一点点了 再透过加持把你那一点点增长 然后一直到圆满 关键在这里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即使他们还有一些善业 那个善业的力量也不见得让他们那一生就能得救 但是有范玉王这样的菩萨出现 用他强大的发心造作的善业 这个助力再加上去 大家那一生就得救了 好那这点其实是蛮重要的 所以呢 就是一方面我们努力的 这个 依止师长造极善业 一方面要知道说我们生命所有的关键时刻 你之所以能够突破难关呢 其实都是靠师长佛布萨的加持 一定是靠师长佛布萨的加持 要不然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凭我们这种微弱的这种善业的力量 是没办法突破难关的 好 所以啊 记得佛陀很赞叹 布施的功德 好 所以当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不要吝惜 好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最后一定在无限生命里面 会帮到你自己 好 那至于说你透过这个过程 你认真的发不离心成佛的话 能就会帮到更多的众生